简单生活,记录滴答趣闻 大家好,我是滴答 最近天宫不作美,昆明一直在下雨 那对于我这样的外拍博主来说 要靠老天爷赏饭吃哪儿 好吧,没办法 所以今天就带大家来打卡一个室内的景点吧 很多网友会问昆明是不是真的四季如春 我只能说平均相对而论,可以这么说吧 但是长时间住在昆明的朋友就会知道 这个城市的三大痛点就是 一语成东,一语成都,一语成海 那么一语成东说的是昆明不管什么季节 一到下雨的话就会冷得像冬天一样 并且我们这边是没有暖气的 那一语成海和一语成都呢 就是前两天昆明持续降雨 就导致很多地方被淹了 也导致一些路段被封堵 好在这并不是常态 还是欢迎大家多多来昆明和云南旅游的 因为我们这边的气候温暖适宜 自然环境得天独厚 更重要的是我们有其他省份不可企及的多元民族文化哦 今天带大家来打卡始建于1984年的云南省美术馆 插播一下 它的位置置位于五一路118号 是在熙熙然然的市中心 开放的时间是周二到周日免费参观哦 很多年前这边是云南省博物馆 但是后来省博搬到了关渡古镇附近 所以这边就变成了云南省美术馆 我想很多小伙伴是和我一样路过这边很多次 但是从来没有进来美术馆参观过 你是这样的吗 美术馆目前只有三楼右侧的展厅开放 它的主题是云岭封碑 主要展现了云南26个民族的26部作品 璀璨多元的民族文化跃然直上 我自己作为云南的遗族我觉得是比较喜欢的 我相信你也一定会喜欢 那么悄悄地告诉大家 这边有很多时髦漂亮的小姐姐会在楼梯间打考 其实他们不是来看展的 主要是因为美术馆的建筑太有风格了 它是那种欧式文艺复古风的 下一次您来看一看就知道了 说了这么多 我现在大家进去云参观一番吧 展厅里复古低调的红白色系 搭配26幅少数民族主题画作 带您了解七彩云南民族文化 云南普尔布朗族鲜花迎亲 西双版纳戴族欢度泼水节 普密族人在机场组团出游 丽江纳西族奶奶坐着唠嗑 通海蒙古族庆祝纳达木节 妖族妇女聚集乡村赶集 罗平仪族妇女庆祝油菜花节 傅原县水族青年骑行在山水间 希望本期视频给您窥见到 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的冰山一角 欢迎您亲自走进多彩云南体验一番 曾经也讨访您測钓 샀 千万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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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welt